Hello 安安大明星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虚有郭秀玉 我配合翻演好有多天真 我陷入的困境 是你剩下的线 最近发行了第二张创作专辑盲点 那我觉得整个过程非常开心 而且是一个重新体验 然后学习好多东西的一段时间 这一次我们有了live band 来一起编曲十首歌曲 然后有了黄中岳老师 在旁边当我们的音乐教练 然后当然的和第一张专辑一样 是由戴佩妮姐制作的专辑 觉得这一次又是一种 学到自己的能力的一段时间 就是之前不知道自己 是可以在配唱的那一段时间 唱出这么多的感情的 然后也是要感谢佩妮姐 一直在配唱那一段时间 帮我培养到 就是回到最初写demo的那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找回了这一块非常开心 所以这一次也很开心和大家推荐 里面的十首歌曲 OK 我想说虽然已经出了第二张专辑 其实到最后还是同样一个问题 我们还在瞧的 就是我唱歌的时候换气有问题 这是从第一张专辑就有的一个问题 而且也是配唱时间被延迟了 也因为想要把自己的唱歌的技巧 修炼得更好 所以这一次也一样 我们也调整了这一块 希望大家听到的歌曲里面 我的歌声 有让大家觉得比较自然 比较舒服 比较贴近的 那这一次呢 佩妮姐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功课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会想象 唱高音的时候 那个头是要怎么上来的 其实越高头是要越稳定的 保持在一个 就是让喉咙有一个非常松的一个状态 来唱才对 可是因为我以前肌肉的那个记忆 已经习惯是一直往上 头一直往上提 所以到最后有调整了一些自己身体的知识 然后也调整了自己换气的时候 找哪一个点才对 因为有时候就是一句 一句歌词 不可能你讲到一半突然间哭 然后又突然间唱下去 所以自己要找到自己歌词句子的头位 哪里才哭才对 近几年才开始认识更多的朋友 就是以前可能跟人没有这么多的互动 那这一次拍摄这样一个MV是非常靠近的 而且是要就是男主角要抱 或者那个下巴要靠着头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导演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自在 非常舒服的环境 然后身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都帮我们调好灯调好位置 然后吴念轩在那个位置的时候觉得一点都不尴尬 然后觉得一开始跟他聊起来 他也有去过马来西亚 然后我们有聊了几句马来文 就觉得一下子就很熟了 不会说很怕或者很尴尬 就是非常就是在专注着 想要把那一段戏拍好的一个心情 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料可以演什么的 所以所以我也是因为MV可能是自己的故事 而且里面也不用说到几句话 所以这样基本的一些角度表情动作还可以 可是说如果真正要去戏剧演戏的话 有一个那个脚本 我自己歌词都没有什么厉害背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台词要怎么样背 所以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一块还不厉害 坦白说我每一课都很深 因为到每一个阶段的自己都有改变 都有不一样 都有学到东西 也有忘记东西 然后重新学过 所以我觉得每一课都 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 然后我觉得到现在这一课 就是我可以有看清楚自己以前的一些不足 我觉得还蛮庆幸的 因为这样就是多了解自己了 然后想要更加让自己加强 然后让自己更熟悉 整个环境 不要每次像以前那样紧张 现在希望就是越来越可以调整 我觉得我现在的目标 就是8月2号晚上8点 在后台咖啡好好地唱歌给大家听 因为我是一个走一步算一步的人 就像今天的通告 我都要过一个通告算一个通告的人 所以我没有办法担心太多 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很会担心很多事情的人了 所以也没有那个空间给我去想 我以后还能做什么 所以现在最大的目标真的就是很重要的 8月2号的音乐会 一定要好好和大家分享 故事音乐 好好表演给大家听 还在安排一切保密 请来现场看我表演 谢谢大家 首先一定要和粉丝说 谢谢你们 因为没有你们的话 也没有 Share郭修裕 还有她的音乐 然后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然后也真心想和大家分享 最近学到的就是 做什么事情 都一定要开开心心地做 然后要接受自己不完美没有关系 然后要多多珍惜身边的朋友们 就像我珍惜你们一样 谢谢大家